可能是台湾的立委经常打架 越上媒体版面 现在接连斯洛伐克的访问团 今天上午参访立法院议场的时候 其中两名团员居然也是模仿朝野立委 好像要打架扭打的这个姿势 而摆出打架姿势之外呢 现在还有人在模仿的是举牌表决 而另外最新的消息是外交部有证实 这采访团有两人确诊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宇文 好主播那许多外宾呢 是进到立法院的议会内 自由走动参观台湾的议会设置 那可以看得出来呢 外宾都非常的兴奋 更拿起手机记录下这难得的一刻 那再继续往前呢 现场甚至备有了拍照道具 包含了赞成以及反对的手版 那外宾呢更是激动的拿起来合影 不过呢下一幕 他们走到发言台合影留念的时候呢 竟然开始模拟打架 甚至还有立委上前指导 带你来看稍早的画面 事发就在今天早上 斯洛伐克基布拉提斯拉瓦省访问团 今天参访立法院 成立台湾斯洛伐克国会联谊会 没有想到呢 他们的留念方式 竟然是模拟朝野立委搭架 而且呢竟然还有立委是笑着上前指导 而整个互动的过程 都被摄影机给记录了下来 那也不免让人怀疑呢 难道立法院的代表就是打架吗 那么以上呢 是会讲到最新情形 把神镜头交换棚内 好 少年朝野立委刚看到这画面 真的是脸上三条线 那么刚才有说到的是 斯洛伐克的访问团 有两人确诊 分别是国会副议长 还有国会友台小组主席 已经通报了指挥中心 两人目前是没有任何的症状 也没有任何的身体不适 也会在台湾接受照料 而由于斯洛伐克的访问团 在昨天才拜会时任朗苏贞昌 还有政院发言人罗秉成 而他们也说院长的健康状况良好 也会在密切的注意 那么持续来看到的是 柯文哲在下午持续在市议会被询 这也是任内倒数第二次的被询了 而向来总直询都常常会有一些 很惊人的创意礼物的市议员王世坚 这一回送上的是什么呢 是镜子 他要柯文哲照照镜子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一年来大家都戴着口罩 我不晓得市长 你多久没有照过镜子后 其实你在你自己的办公室内 你大概可以脱下口罩 好好的对着镜子看看自己 所以我今天就送你这个镜子 我希望你透过镜子 看看自己的灵魂 同时我送你八个字 承认错误 从中学习 因为你还有半年的时间 可以好好的为台北市来做事 好我们来看看罗志强的境况 他继续的是起伏走桃源的行程 而今天到归山区受访的时候 有说已经请幕僚联系台北市长柯文哲 想要跟老朋友聚一聚 向他请益台湾局势的下一步以及想法 那他也说他跟这个柯文哲 本来就是有私交 那他也说小强这个绰号 其实也是对方取得 那他也赞这个柯文哲 是一个很直白的人 这也是超越党派的一个友谊 希望大家不要做过多的政治联想 你买雾化器会送你水神 那么家里面8坪以上的 5到6坪的或是小坪数 都有不同的选择 它的雾化时间 大概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 怎么买快点购 QR Code扫一下 记得帮我输入CTI285 这是我们辣碗报的团队代码